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肺、肝、肾经、有补气胺神、只可平喘之效、常用于眩孕不眠、心肌气短、虚劳可喘等症状,而且灵芝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、胺基酸、多胎、蛋白质、活性酶、多糖类、生物碱、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人体整体的机能来说,具有双向调节免疫力的作用,使得人体免疫系统得到快速提升和恢复 还具有一定的抑制肿瘤生长及扩散作用,既然灵芝营养丰富功效有多,那平时都该怎么吃呢? 一般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灵芝食用方法有三种,煎水、泡酒和炖肉 煎水的话一般都会将灵芝切片,加入罐内,倒入水像中药一样熬水喝,10到30克灵芝煎水三次,可连续重复煎幅二到三天,每次喝多少都可以 灵芝泡酒也比较常见,将灵芝碎倒入放白酒的瓶子中密封浸泡,三到五天后当白酒颜色变成红棕色时即可饮用,还可以适当让入一些蜂蜜、蜂芒浆 对于神经衰弱、消化不良的人,来说有不错的改善,当然灵芝也可以用来炖肉吃,可以跟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炖着吃 这样不仅炖出来的肉质鲜美还富含营养,连肉带汤一起吃能起倒解油腻、清肠胃的功效 说了这么多常用的吃法,殊不知灵芝作为真菌类食物,具有坚硬的细胞币 富含几丁至耐酸碱很难被肠胃消化吸收,所以这三种常见的吃法 其实,很难将灵芝中的营养物质全部吸收,所以这里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灵芝吃法 灵芝换一种吃法,赶走糖尿病,血糖刷刷降下来 这种吃法被叫做破壁成粉法,需要用破壁机或者先进的破壁技术 将灵芝破壁成粉后,直接温水冲着喝就行,不仅营养吸收全面携带还非常的方便 灵芝的子食体是非常适合这种破壁成粉的使用方法的 因为灵芝包子中具有灵芝的全部遗传物质和营养成粉 将其破壁成粉后,灵芝中富含植草多糖,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众所周知糖尿病属于内分泌稳乱性代谢疾病 破壁成粉后的植草多糖能迅速提高免疫力,修复受损 胰岛细胞内超氧化物其化酶活性,促进胰岛素分泌 同时还能促进集体新陈代谢调节内分泌 所以不仅能降血糖还能赶走糖尿病,预防并发症 对于血糖高的中老年人来说配合胰岛素治疗,效果更好 对于灵芝的使用方法,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合适更美为的建议 不妨分享在评论区,一起交流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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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